这个半局的首名打者是小胖林鸿玉 林鸿玉在过去四场比赛 三成零八的打几率一发全打两分打点 这个内脚球有蛮好的一个伪劲往下掉 造成了小胖出棒落空 刚刚那个球是他这个变速球 所以到了好一代突然往下掉下去 出手就像是一个快速直球 所以你出棒的时候往往会太快 又来一个 两个球几乎是走同样的路线 都掉中了林鸿玉的出棒 遭到三振 他的变化球的球种就是他的变速 这个变速大概在120公里左右 以及他大概130到135公里左右的一个滑球 对两个队里先挖头在第一局偷的是平分抽色 不但都让对手三上三下 而且用球数都一样 都是十个球 都投得很好 打击的那是林一拳 林一拳在过去四场比赛是三成零八的打击率 昨天呢是代打上场一个打输安打 这球出棒落空 现在变速球头上瘾 真的 无论对右打者对左打者 原本的变速好像是右头手对左打者的一个致命的武器 你看你看刚刚面对林玉拳右打者照样改 再来一个 而且他的这个变速 他的尾镜跟一般印象中的那个尾镜不太一样 他不是说向外侧跑的 而是有点往下掉的 因为他的速度不快 他的变速球的速度不快 所以由这走得像是个小曲球 两好球两败球 原地选掉 就是他的诉求的速度 大概就是这样 下一棒的打者是高国辉 这球出手打成了插棒界外 对你看到了关键时刻 两好三坏 决胜球他投的是变速 而不是他的直球 他的快速球大概就是刚刚看到那个142到144之间 这球出手打得不错 在中间方向中外野手去追追追追 没有追到 这是一个深远的安打 好 今天的林玉拳定一打席就打出了二点安打 在一出局的情况之下 中华队近战得分位置 当天把他的变速球这个致命的武器给破坏掉以后 逼着他必须要投的跑去带中间一点 就变成打成这个正中外野 非常深远的一个球 这个滑球投到跑去带正中间了 中华队手拼命向后退 我们林玉拳的power也是非常强 正好在温宁圈掉下来 完全打越过了中外野手的防守范围 打的是接接实实 攻胀得分圈之后打击到的是高国辉 这球打成了一个冲天炮 这个球在中外野跟内地 这些三个人过去接被中外野手接到了 哇 这个球三个人差一点点撞在一起 但是完成了接杀两出局 这个球右外野手眼看是要撞到中外野手 但他好像斜着身体从他旁边飞扑了出去 并没有撞到接球的中外野手 这个右外野手过来差一点撞到 等到接到的中外野手也差一点跟 退到外野去的一个内野手 游击手也差点有了接触 打击到的是陈庸基 陈庸基在这次的十二强战到目前为止 七个打数还没有出现过安打 这个球打成了一个内野的软弱滚地 这球最后的三类手顺势传向一壘 对 这个球他并没有确实的接补 那因为这个球有点像爆米花一样 所以形成了一个安全静蕾 对 因为游击手传 三类手抢在游击手前面呢 拦住这个球是正确的防守 但他传球的时候传短了 一个弹跳 进到手套还没有完全控制住 又掉了出来 所以他没有完成这个刺杀 你必须要进手套完全控制住 你看他只是夹在靠近手腕的那个地方 并没有完全控制住 最后掉出来 等到再接起来控制住的时候 陈庸基已经通过一类的球 对 非常清楚 这个安全上路 你记录上应该给一个传球的失误 对 我会记传球者的失误 一堆审是来自于加拿大级的 那现在中华队呢 是一三的有跑者 打球人代表是张静德 张静德昨天担任先发补手 让很多的朋友 爱看球的朋友 眼睛为之一亮 对 以往也许对他印象不贵深刻 但是从昨天那场比赛 他好像大家都记得他的名字 不仅在进攻上面 有挺好的表现 尤其在狐手 长传主杀的能力上面 哇 真是让人惊艳 这球打得强击 哇 但是找到的是手套 被一类手 Jimenez 第一时间揭捕成功 中华队结束了在第二局的攻势 留下了一三磊的残脸没有得分 笔数还是0比0 天竞 incidents 确 Leg审栂 当载 两个人 汇倾眠 感谢观看